各位好 今天我们中午在这个酒庄餐厅吃饭 这个也是个小的小伯别墅 看外面 这里是这个 这个品牌 这个我们阿贤有酒店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里面 这个这边有个酒 有个酒 有个品酒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那边有个门 那在大乐他们小别墅风格 这个门口里面还种这个青角花 挺漂亮的 这个湖底 湖底是尖尖的 很漂亮的一个餐厅 你走进去 这边是吧 安序 那边还有一个小花园 那个停车的小车 是桌 那边有个墨棉花 整个建筑 我们走进去 右边是个花园 这个小花园 很多种花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这个下面白白的 混是中线花 还有树菜 做工业的 还用树浇磨 这个小别墅风格 看花 有橘花 这种花 这种花 而且不知道这叫什么花 橘花 还有木质 这个欧洲的风格 这个花园 那个芻末 这天花 是它的天花 这边有一个 做休息 做休息的桌子 他们现在装修 这个圣诞节的呢 假日 走了 走进房间里 这里是金钱树 我们走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装圣诞节的松书 还有个酒吧 这边有很多种酒 很多种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很好的 这边是藏着 这边是藏着 然后再来 你也给大家看 这边是藏着 很多种酒哈 一边 嗯,再看一下 还有一些铁子 碗吃饭的地方 这些贵族 那酒还分这个 这个国家的 澳大利亚 阿根提 意大利的酒哈 你看到很多 这个酒吧 做事挺 挺很好看的哈 有酒 这边杯子哈 有电了 好 我们走下去了哈 再到了也做这个葡萄酒 可是我们就做红酒的哈 红的葡萄酒 那个楼台 这边中间还有个 装修的 这个荷花 还有个灯 这个地区 好,大家看看 好看的哈 好看的哈 那边还有一些 这个木桶 就装酒的哈 做酒的木桶 在家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个人 在家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我不是太多了 在公社区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餐廳的荷花 这些东西 有点 真好 可以试试法国建筑 还有羹 还有花枣的 一个小楼梯 小楼梯 走下去 这个是个小桌子 这个就是为了 这是很可爱的 我们今天吃了 这个很酱 嗯 这个是小楼梯 这个是小楼梯 是小楼梯 这里还有小楼梯 好 好 看來做些了 這裡是… 一純在下面, 斷了 那些狀子都是吃進去 那些狀子吃進去 一口70酒 你吃了可以吃 看着上面这个门 门装置有一点特色的 玫瑰花 有木头都做的 说一下啊 等一下 拍照 很好看的 这个角度拍的很好看 好 再给我拍照 好 等一下 这里是我们客人说的地方 这里八桌 这边是四位 那边八位 下面还有个风车 这边天气凉散 好 我们先去吃饭了 给大家再见 在这个下个视频 再见 阿贤站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班长 下期